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叫Karen 欢迎大家来到我3.3 游轮小贴士的频道 我希望透过每逢星期三的三分钟视频 为大家分享更多坐游轮的小贴士 如果想定期收到游轮资讯的朋友 记得subscribe和给个like我 因为这个行动将会成为我 为大家制作更多游轮资讯的动力 首先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就是坐游轮的安全问题 其实在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未必敢坐游轮 而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担心 万一游轮到海中心时发生意外 他们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援 其实大家可能受到电影《铁达利号》剧情的影响 当年游轮上面的救生艇 的确与船上实际载客人数有所出入 但时至今日根据国际海事组织指引 游轮上面的救生艇容量 是必须足够旅客和船员逃生的 加上Safety of life at sea 里面的规条 每位游轮旅客在起航之前 必须出席游船长安排的逃生演习 旅客扮理好登船手组后 便会获得一张门时卡 门时卡上便会列明所属的 Assembly Station 或Master Station的位置 船船内大门上都将贴有逃生路线图 一般在起航之前的30-45分钟 便会进行逃生演习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一个有经验的游轮旅客 而缺席任何一次的逃生演习 如果典型之后出席的人数不齐 都会令到起航的时间忆忍 出席逃生演习的时候 记得戴上衣柜上的救生衣 每件救生衣上都印有代表个别船舱的逃生集合编号 当听到七段一场的警号时 每位旅客必须尽快到达自己所属的逃生区集合 经过点名后 船员便会示范穿着救生衣的正确方法 如果同房里有小孩 记得要求舱务员为小孩准备一件合适的救生衣物 当结束这一连串紧张的演习之后 一个开心快乐的游轮假期就随即展开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也欢迎大家和朋友分享 如果大家有些特别想知道的游轮资讯 可以在讨论区留言 我会为大家准备资料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约定下个星期三见 Have a nice week!